熱愛音樂的袁偉豪 近年積極籌備自己的音樂作品 這日他為自己身兼作曲 填詞和監製的新歌拍攝MV 還親自撿到 凡事親力親為 為了令到拍攝順利 他還錄上人情卡 找來兄弟幫忙 也有些兄弟出來 紫綫也… 紫綫是義務幫忙的嗎 義務的 是的 因為他結婚的時候 我做他的伴郎 我問今天有些事想你幫忙 我問為什麼 有你在這裡我就放心 總之是 那他今天要負責做什麼 他全天在這裡 因為紫綫都是拍電影出身 而且他基本上很了解現場的運作 所以紫綫在幫忙 整個團隊會爽快很多 MV故事救師 Ben雖然有份參與 但是他將男主角的位置 留給一位神級演員來擔任 他就是家英哥羅家英 特務電影角色深入民心的家英哥 終於可以演個歲氣Boss Ben還找這個角色 家英哥是不二人選 我覺得家英哥很適合 飾演我這個MV裏面的一個角色 所以找了他 而且他很有紳士的味道 特意找人做一套漂亮的西裝 給他去飾演我們的上司 他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為何會找我的Ben 這樣才好 我找他,他又願意應邀 我覺得很感謝他 真的很感謝家英哥支持我們後輩 我也是很有誠意做我的工作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前輩都會知道 給大家一起來合作 家英哥說當日收到Ben的邀請時 自己並非一口答應 眾志包每次接工作前 都要向生活中的上頭請示 先敢接作 說完之後,我就考慮一下 然後我就問阿姐 阿姐說 年輕人正面的,你幫就幫 然後又問我 家英哥,幫幫忙吧 你收多少錢 我說你能給多少,我就收多少 就是這樣 原來是阿姐的 你也要問問阿姐 究竟他是誰,我先了解一下 細小一點說 我甚麼都要問阿姐 是嗎? 阿姐有沒有再宴言幾句 他有沒有跟你說 覺得Ben這個人本身是怎樣 他說他很正面的 很正面的 很正面的 很勤力的 很有上進心的 公司也很捧拒 他也很有潛力的 唱歌、跳舞、演戲 都相當最好的 聽說他現在做導師 是啊 教人演戲 我也要向他請教一下 大家是向你請教的 家英哥 不行,我不是導師 但你的經驗是非常豐富 大家都值得向你學習 粵劇就是 電影、電視 我都是新人來的